各位大大你好 你是不是跟我一樣 剛你的iPhone呢 是不是有很多地方還不會設定呢 想要把影片上傳到你的iPhone嗎 沒關係 跟著我的步驟一步一步的 很簡單你也可以把影片上傳到你的iPhone OK 首先呢你必須有一個軟體 那這個軟體叫做 Free Video to iPhone Cover 2.1.2.1 這是它軟體的一個版本 那下面這邊呢有三個選項 下面這邊有三個選項 那我們就選最高的這個軟體 1.30個480x33x20的一個解析度 那選完之後呢 這邊就是你要的一個影片路徑 你儲存完的裝檔完的東西 那大家自己試好了 那這邊就可以做一個選擇 再把你要的裝檔影片拖進來就好了 這邊這樣拖進來就OK了 那拖進來就按Cover 讓它自己去轉 轉完之後呢我們進去iTunes OK 我們進來iTunes 那進來這邊把你的iPhone連結 我們來到影片這個地方 那把我轉檔好的影片呢 把它給丟進來這邊 那丟進來這邊之後呢 我們要做一個步驟 在你的檔案那個地方 按一下右鍵 有個簡介 簡介裡面有個選項 選項裡面呢有一個媒體種類 我們把它選擇成電視節目 接下來按確定 好我們按確定之後 在我們去電視節目裡面找 好這邊就我們按確定的一個選項了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很多選項 把你要的東西呢就打勾 要上傳的就打勾 好這邊完之後呢 我們來我們的裝置裡面 那我的裝置裡面呢 我們就選視訊 這個地方 勾選同步所有的 所有的電視節目 好那我們就來同步一下 我們所有的電視節目 按一下iPhone這個地方 然後讓它去同步 已經在同步了 這時候我們會看到iPhone裡面 有很多同步的資料交 它會進行同步 那讓我覺得很驚喜的是 iPhone它所在複製檔案的時候呢 同步的速度其實算蠻快的 跟N82還有N95 那些東西來講的話 確實是非常的快的 對那 我們現在正在複製當中 那在複製當中的時候呢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使用心得 iPhone呢剛拿到的時候 就是我還不到的設定 尤其像這個地方 這一顆是所謂的靜音鍵 就是簡單講就是 操作模式的轉換 那這邊呢就是大下聲 如果你把這拉下來 人家擋進來就不會有聲音 我就拿到的時候 我還以為電話壞了 結果把它拉上去 它就變成有聲音了 就是一個標準模式 那再來呢這三面 這也是電源鍵 這也是耳機孔 應該看不到 那再來這邊就是 信卡功能的地方 那下面這邊就是充電器 跟USB連接的地方 還有兩顆 算蠻不錯的喇叭 聲音蠻好聽的 那接下來呢 就是中間這一顆 這顆是返回鍵 那個人覺得它比SE的返回鍵 還要來得好用 按一下就會回去 我們的待機 一個珠選單畫面 那SE比較不同 SE的話 你要長按住 不放 它才會去 它一個珠選單裡面 OK 那因為現在呢 我同步比較多東西 包含了一些全民超人 還有我自己小朋友的圖片 所以影片就比較久一點 沒關係 我們先直接呢 把這個同步先取消掉 OK 好 那我們把它按取消 沒關係 一樣 會有東西在裡面 按下iPad iPad裡面呢 會有所謂的電視節目 OK 我們有個電視節目 來 我們剛剛 轉好的東西 我就把它點一下 那 點一下之後 讓它來播放 除了呢 這樣是不是很簡單 把你所有的影片 放到我們的iPhone裡面 盡情的欣賞吧